悟空竟然穿越到300年前 并且还遇到了年轻时期的龟仙人 就在刚才悟空的速度终于比闪电还快 随后在钓鱼老人的指导下 悟空的心境也达到了心如止水 今天是悟空和波波先生切磋的日子 即便悟空有所提升依然打不过波波先生 还指出悟空战斗过程中没用的动作太多 心领神会的悟空闭上眼睛用心感受 躲过了第一次攻击却没躲过第二次攻击 于是波波先生打算送悟空去300年前 在前往之前波波先生干起了针线活 没想到波波先生的技能竟然如此丰富 很快悟空的新衣服就大功告成了 这时悟空来到了一处都是钟表的房间 波波先生告诉悟空这是时间之物 只见波波先生将分针和时针放在三点整 随后一个时间通道就出现在悟空的面前 悟空一个不小心就掉了进去 与此同时在一处温泉里有位美女正在泡走 但是却有一位色狼在暗中进行偷窥 突然悟空从天而降正好砸到色狼身上 而这位色狼正是300年前的龟仙人 这个时期就如此好色的龟仙人 到底是如何能坐上金斗云的 这时悟空突然发现龟仙人这张脸好眼熟 然而龟仙人关注的重点却不是这个 而是急忙询问悟空刚才有没有看到大波罗 单纯的悟空觉得龟仙人好奇怪 竟然喜欢看别人的胸 于是悟空直接免费请龟仙人看了自己的胸 可就在这时又有一道身影出现 仔细一看竟然是年轻时期的鹤仙人 悟空也觉得鹤仙人这张脸有种熟悉的感觉 原来在300年前两人的恩怨就已经很深了 赫仙人一看到龟仙人就摆出战斗的姿势 龟仙人不愧是武道宗师临危不惧 可没想到年轻时的龟仙人竟然和撒旦一样 为了不想战斗竟然装出一副快要死的模样 赫仙人见状都吐槽龟仙人是个孬种 面对认损的龟仙人 赫仙人也不愿与之战斗 看到赫仙人走远之后 龟仙人又满血恢复了 坦言赫仙人是被自己吓跑了 很快龟仙人就带着悟空来面见自己的师父 也就是将笔克大魔王封印的武泰斗 武泰斗询问悟空为什么要见自己 悟空没有隐瞒坦言自己要挑战武泰斗 结果悟空的这番话让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可接下来悟空再次无比认真的说道 自己要挑战龟仙人的师父武泰斗 第一次遇到如此有胆量的年轻人 武泰斗没有拒绝直接答应 要知道悟空可是喝过超神水 更是打败年轻状态下的笔克大魔王 结果武泰斗却小瞧悟空了 坦言自己坐着就能打败悟空 只见悟空快速上冲 本以为武泰斗会被悟空一拳打败 可结果却是悟空的所有攻击 都被武泰斗轻轻松松的接下 龟仙人看到这一幕无比的震惊 就连赫仙人也不再敢小瞧悟空 突然武泰斗用一只手指对准悟空 随后在武泰斗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气势 紧接着悟空竟然被武泰斗一只弹飞了 按理来说悟空不应该战败才是 毕竟武泰斗面对笔克大魔王时都不是对手 唯一的可能就是悟空没有认真战斗放手 很快武泰斗就带着悟空来到一处瀑布面前 接下来武泰斗要传授悟空对气的运用 只见武泰斗一声怒吼 身上便散发出强大的气场 这是地球人当中第一个学会运用气的人 悟空和龟仙人都看待了 只见武泰斗将气凝聚在指尖后爆发而出 竟然能将眼前的瀑布一分为二 可见武泰斗虽然打不过笔克大魔王 但也算得上是三百年前最强的地球人了 于是悟空开始认真的修炼 龟仙人却在一旁偷懒 认为悟空是不可能练成的 趁着悟空还在专心修炼的时候 龟仙人不但偷懒还暗中跟踪小芳师姐 原来龟仙人的初恋是自己的师姐 只可惜龟仙人属于单相思 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赫仙人竟然也喜欢小芳师姐 难怪龟仙人和赫仙人的关系不好 只可惜小芳师姐对赫仙人不感兴趣 表白失败的赫仙人觉得很没面子 坦言自己既然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 于是赫仙人直接把小芳师姐打晕了 虽然强扭得刮不甜 但是却很解渴 龟仙人深知自己不是赫仙人的对手 于是急忙拉着悟空前去救援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 只见赫仙人对自己的小弟下达指令 一个火把瞬间将周围的杂草点燃 悟空和龟仙人已经被大火熊熊包围 可没想到赫仙人却反而帮了悟空一把 悟空开始回忆武太斗对自己说过的话 随后悟空的身上竟然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紧接着一道光线直接穿过火海 大伙直接被悟空踢出一道阳关道 小芳师姐趁机踢出段子绝孙脚 另一名小弟本想与死网破却无法 自己的手臂已经被武太斗牢牢抓住 更清楚局势的赫仙人没有在反抗 直接跪在武太斗的面前求饶 武太斗也是一位仁慈的人 并没有因此废除赫仙人 经历了这次之后 龟仙人不再偷懒 开始和悟空一起认真地修炼起来